我先请教历史哥的事 因为今天联合报 他做了很多细项 其中呢就是还有气宝题 因为毕竟现在已经是选战倒数了 那越接近的时候 这个气宝会不会发酵 不知道 但是呢绝对是话题好不好 因为这个联合报呢 就问说 有气宝想法选民的 第二选择是怎么样 我们看到侯康配的支持者呢 有69%投给柯英配 赖销配支持者 41%会投给柯英配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 柯英配的支持者呢 会有49% 将近也是一半 会投给侯康配 那会投给赖销的 也只有分之36 所以他们说整个家计这种情况 可能气宝的柯英配 而且第二选择是侯康配 以及可能气宝侯康配 第二选择是柯英配的 这个选民整个算换算下来 蓝白间的气宝 可能影响5%的选票流动 我想这关键就是说 现在叫血战期 或者肉搏期 对 是这样子 因为非常的激烈 那最后决定几个因素 刚才格格讲到 那个联合报做这个 我觉得做得很精确 就是说气宝当然会是最后 但是这个会是我认为的 所谓的血战三因素的 最后一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谁 绝对是郭董 郭董能不能够及时的回归 而且要站上去哦 而且要在选前一个礼拜之前 不能最后一天晚上 为什么 大家记得赵绍康是最后一天晚上 在2020年的晚上 前一天晚上站上 这个韩国瑜的舞台上 没有发酵 没有发酵 所以连结太弱 一定要至少提前一到两周 那个效应才会出来 所以这是第一个血战的一个关键 第二个呢叫增量选民 其实刚才波及有提到这个概念 就是没要动票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估票 因为我看了最近不少科粉 也是蛮焦虑的嘛 他们都在PTT上玩估票 那甚至有估票估到说 投票率82的啦 我是觉得你想太多了 但整体来讲 只要投票率能接近超过72 那些新夺出来的票 大多数他其实是往在野去的 那他会投向一个在野就是 我觉得有一个派叫什么 叫做选票集中派 其实我个人也是 向来投票也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就是说要挡就要挡就要赢 而且是想要下架的那一种赢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促使说 选票集中票等站出来 这个叫经济学里面的一个逻辑 就我的市场已经饱和了 其实现在关心政治的市场 已经气饱的差不多了 尤其撒卡都之下呢 基本上绿 蓝 白 中间选民的数量就会大幅被削弱 那剩下就多出来 那个多出来他平常没那么关心政治 或者是他其实多少有在看政治 但是投票对他来讲 不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事情的人 那这些人多个1% 因为我们今年投票人数大概是19.5万 1950万 1%就是19.5万 多个1%就将近20万 那如果多个2% 你拿其中的八成 那就怎样 那你就可以多个30万左右的票 那不得了了嘛 那就不得了了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第二关是在这里 就说这落伯期的话 因为目前大概估就是3-5%左右的距离 那从美利岛的民调看来就是始终没有办法真正逼近 绿已经下到一个下面 当然我觉得他在持续低档 他可能会再往下一点点 但是能多少 我看不见得很多 可是蓝好像也顶到一个程度 因为为什么 因为最近科重整的效果还不错 整体来讲我们也可以看到 不管是在你笑他也好不笑他也好 但是他在台南中王路 然后还有到这个桃园 整个气势是不错的啦 至少画面看起来澎湃嘛 对 那这个部分的话 让他的民调不容易再低 所以现在应该是要在 红海之外寻找蓝海 所以说增量水平非常重要 这是我一直强调的 第三点就是哥哥刚才讲的 假设到了最后最后最后 就要继续倒屁了 那会不会产生气宝效率 那第三名肯定会有一点的气宝效率 也许相差在一两%左右 可是如果你真的落伯到几点 50万票以内那一两% 那都是很多票的事情 那这个部分能不能够多一点 到这个挑战者蓝军的手上 然后让最终去挑战到绿营这个部分 这个才是最后关键 所以其实关键应该是这三个关卡 那我是觉得那些赵少康也讲得很白了 就说你郭董你要讨厌就讨厌朱立伦 因为大家知道郭台铭马英九跟郭董 不是说说赵少康马英九跟郭台铭 他们三个是同税的嘛 其实他们以前在郭董起心动力 要选举之间大家其实蛮熟弱的 像马英九基金会最大的sponsor就是郭董 那所以我认为赵少康是知道郭台铭在气谁 那就看朱主席有没有那个决心 最大的决心 能吃不能吃之苦 将成为不能成之人 所以我相信朱主席最后 他应该还是要去执行这个部分 那再来我们讲几个点啊 刚才其实朱维杰讲的我是蛮认同的 因为过去蓝军基本上登记那天最高 那就一路往下掉 只有2012年的马英九是守住了啦 那当然守住有三个要素之前也提过嘛 一个雨昌案嘛 然后一个暴力小鹰问题嘛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辩论的时候被马英九击溃 所以最后险胜80万票 那这过去很少见 那是因为机期太低啦 必须说真的机期太低 所以气势是在往上走 这对一个行军打仗的一个状态是好事 而且主要现在12月19号了嘛 那距离投票太近了 要被撞撞啊 所以目前来看只要不要犯大错 但是真的要很谨慎小心 不要犯大错 那基本上维持这个气势 对整体的氛围 还有激发自己的基本盘出来投票 的这样的动能是好处的 那再来呢第三点就是 其实从联合报这份民调跟上一次 我记得我也是解联合报这份民调 我提了一个理论嘛 这叫做蓝白夹杀绿 对你一直在讲 对我一直在讲这个 那事实上从这边 还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嘛 这个年轻人的部分呢 我们看一下这一次这个 白绿蓝是21 31 31嘛 就是蓝绿已经平衡了 那我们看他的年轻的细项里面 20到39岁 白银是43% 绿营只有27% 你什么时候看到说 绿营的年轻人连三成都不到 然后这个蓝营的话 竟然年轻人还在往上涨 又涨了2% 本来15% 最惨的时候 我记得联合报最惨的时候 做出来只有8% 那现在已经17% 几乎涨了一倍了 这是蛮重要 我想政策导向 对于30到39岁 因为其他民调 要有人做30到39岁的这个range 是有差的 当然要怎么样让这个表达会更好 比如说555方案 第一波出来的时候被打说是炒房 炒房方案 但经过我们反复的说明之后 我觉得还是有些影响 因为像我自己就房贷主 我必须说照样他说的非常实切 因为他讲的真的就是你反而 你真的有去关注买房 或你已经买房在背房贷的人 你会知道你走过那条路 就真的他所讲的那些东西 这个是很实切的 可是这样的语言要怎么反应给 那些还没买房 或对买房研究不深 但是他可能有一点期待 或者他预期他有想买房的人 他怎么去理解 我必须说如果没有买房 没有研究这个事情的话 没有背这么重的房贷 比如说我背房贷 我缴完的那一刻 我已经60几了 就是这样30年 那要怎么让他们听得懂 假设我没有买 说真的 赵少康那种假话我会生气 我会觉得你根本不懂年轻 我要的就是低房价 可是我们都知道 房价可以让他还涨 但是让房价崩跌 你的经济会受到挫折 比如说对岸前阵打房打泰 他们也做修正 因为这个房屋土地是有限财 他一定会一定程度反应通膨 而且华人拒绝区域就是 会有炒房的问题 就会有这个要有土私有民 这样的问题 你看年新加坡这么 这么强悍的压制房价的策略 那基本上新加坡还是有房价上涨的问题 不能说完全没有 好那再来这是第二个 那另外呢 这个蓝白夹塞绿的这个状况 能不能持续 也是在柯主席的一念之间 就柯主席现在就是 飞到五把射向绿营 三把射向蓝营 那能不能说到了 慢慢转向都射向绿营 那这个也是说整个 民众党能不能维持气势的关键 因为说实在话 虽然他们最近在推这个所谓孙子兵法客厅革命 可是你看哦 60岁以上知识度3% 那柯主席自己成了70岁以上剩2% 真的是低到 推不动啦 真的推不动 我觉得很难 因为像我 我自己举我的意思就好 我跟我阿公有好多孙子 我是长孙 所以我是被我阿公带最多 然后呢 因为有各种天时地利人和 总之 从小跟着阿公就是出去 我跟我阿公感情是最好的 但我们也不会去主导他的投票意向 这是真的 那就算讲了 你说阿公会不会听 我觉得都其次 因为我阿公算90人耳臭慕名 他很有自己的想法 对啊 那能够推得成功吗 大概老人家就是好了 你说了 我就好了 根本就去投票 他投他自己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一代老人家是经历过会选的 我收你的钱倒别人 不然民进党怎么在中南部扩展出来 不就是这样吗 国民党就是这样被搞死的 所以我觉得有效果是有限 所以对柯文哲来讲 如何巩固年轻选票 继续挖绿营的墙角 我认为27还不是绿营的年轻人的底盘 可以压到20 你还有7%的空间 再努力一下 我继续挖 那维持住的气势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呢 最后呢 我觉得有一个重点 是今天联合报这份民调里面 我觉得我非常重视 就是看好度问题 对 我等会有这些提到 对对对 看好度一定要冲上去 那这一次很明显 看好度降失吧 接下来可以变化最大的不是民调 民调大概就是 工程率一趴一趴的去拼搏这样 但是看好度呢 它会有比较大趴数的变化 所以如果能够逆转这个看好度的 或者至少让看好度拉得很近的时候 那接下来选战就真的有得玩了 再搭配我刚才前面所说的 写战三部曲 郭董增量选民跟最后第三名 对于针对第三名的 我认为是集中选票 我们不要用气宝 我也呼吁大家 因为气宝被气的那边很不舒服 你知道吗 叫做集中选票救台湾的未来 或者集中选票下架贪腐政权 赢回台湾嘛 我们要把国家赢回来嘛 对不对 这不是柯文哲讲的 我们把台湾赢回来 集中选票 这样子才可以诉求得到说 你第三名 目前来讲可能班营 就是第三名的选票 能够移动到蓝营 我想接下来每一个口号 每一个关键 每一个moment都非常非常重要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勾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免天赛 未经许可颜色 每日克菲尔益生菌 未经许可颜色 两日克菌 未经许可颜色 83期 我以为与你保证 5以下 多个女孩 岩 瓶子